大家好 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景轩 2018中非合作论坛9月3日在北京开幕 在南北多省水灾严重 湖南北洋学生分流 引发大规模的抗议之际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 免出部分非洲国家无息贷款债务 并提供多达5万个中国政府资助的奖学金领额 中国当局慷慨撒币的外交之举再次引发舆论的遮议 与此同时 京东总裁刘强东在美社强奸被捕事件 可谓是刷爆了热搜榜 那么您相信刘强东是强奸犯吗 刘强东刷屏究竟是八卦还是冰矛论呢 好 这次节目我们邀请到了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 与美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 以及美国休斯顿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先生 来一起参与我们的讨论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自由亚洲电台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频道观看节目 并发表您的看法 好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嗯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杨博士 这个习近平对非洲的撒币 我们知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我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中国这么的重视非洲 那非洲究竟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些什么呢 好 我觉得一方面有这个政治传统的惯性 在毛泽东时代呢 中国就以这个亚非拉第三世界的领头人老大自居 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呢 国际政治环境 使得老毛并没有现在的野心这么大 就是我要争世界的老大 他当时主要的是要摆脱国际上的孤立的这个局面 所以当时呢 他要拉这些亚非拉拉帮结派在国际上 这个这是一种政治需求 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大撒币的行为 那到今天呢 习近平的政治目标就更加高 他说起来大概有三个 第一呢 是要与美国这个挑战 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第二呢 要争夺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第三个呢 也想输出中国的发展模式 那这都是实际上政治上的这个看法 我个人认为 他经济战略上的考虑更重 现在呢 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种瓶颈 而且尤其是在贸易战的情况下 中国的国际这个市场在萎缩 而中国长期是依靠这个出口 来推动这个经济发展 所以一时还改变了 改变不了这种发展模式 他必须寻找新的市场 而非洲呢 这一块呢 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说是和中国在政治上 没有价值上的对抗 不会会对中国实际有任何的压力 第二 他又不像亚洲的一些周边国家 有领土啊 领海 这个争端 非洲呢 有十二亿人 虽然现在购买力还是不强 但是如果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 在一定的时期内 可能解决中国发展的这种困境 可能会提供的帮助 那么我想问一下秦先生 那么刚才杨经利先生 他提到了这个 在这个经济环境下 我们知道现在 一个是大背景 美中贸易战 另一个是中国非常倡导 这个一带一路 那我想问一下秦先生 您觉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与非洲这样紧密的合作 有什么意义呢 我刚才听到杨博士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经济作用 或者经济方面的考量会比较多 但是对我个人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过去这些年 中国跟世界各国的 这个新出口贸易来说 跟非洲的北重是非常之小 我们知道中国大概有27%的出口 是到美国 美国是它最大的一个市场 然后非洲所有的国家加起来 可能占到不到总出口额的 大概10% 那美国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消费市场 购买力会比较强 然后它的产品要求品质 然后利润其实都会比较好 那对于一些非洲的那个市场 主要是一些低端制造业的 一些廉价低制的产品到非洲 所以这些利润会非常薄 而且其实品质也不好 对中国制造的形象影响也不好 这个对于非洲来说 虽然有12亿人的市场 但是实际上能对中国经济多大的一个 自己拉动作用 我认为可能算起来还不如它 撒出去的钱那么多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 这种政治上的考量 主要是对外可能是需要一些 所谓国际社会的那种支持 比如在联合国投票上面 那些非洲兄弟们 可能都会支持中国的一些决议 那对于中国国内来说 可能想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强大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还有能力去帮这么多非洲的工作 让国内的老百姓觉得说 中国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谢谢 好我想问一下 我想听一下这个叶先生您的看法 您觉得为什么非洲对中国来说这么重要呢 我觉得前面两位的评论都非常好 但我就稍微做一些补充 说其实我还是认为经济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经济问题就像秦先生说的 为什么经济就明明销到非洲去 它的产能没那么高 它都是一些低价的产品 那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在意非洲这个市场呢 中国的做法应该是这样说 中国是去发展非洲的基本的消费能力 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并不是在说 并不是在创造它的产业 并不是在把中国的土工厂外销到非洲 它是去进入教育 进入基础建设 Infrastructure的部分 当这些资金进去之后 当非洲有足够的教育能力 有足够的基础建设 它的经济自然而然的 比较可能会发展起来 在它发展起来之后 中国它的消费能力就会自然的上升 当它有这样的消费能力的时候 所以中国的产品 不敢是中价或高价产品 会更有机会可以外销到非洲 所以它看的战略并不是这五年的事情 它可能是看这十年 这二十年 这三十年之后 它希望非洲可以变成中国市场 主要的一个外销市场 这个是经济问题 政治上的问题 除了说援助非洲国家 让非洲在国际舞台上面 更容易去支持中国 另一个最大的环节是说 其实我们在想非洲这些国家 它过去都是殖民地 它过去都是欧美的殖民地 所以它对欧美是有真身敌富的厂俱 那中国反过来说 其实我们如果去看 这个世界对非洲的援助来说 中国其实不是排名第一的 美国是排名第一的 可是当美国跟欧洲 他们的资本 他们的援助经费 进到这些欧洲国家之后 他们对欧洲国家其实有所图 所谓的有所图的意思是说 第一它希望把民主的概念 带进非洲 它希望把一些自由平等的概念 带进非洲 同时间它对于非洲的人权 对于非洲的劳工权 会有某种程度的牵涉 可是中国的钱进去之后 就完全不一样 它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 我今天我给你钱 你就拿去花 那你怎么花 你自己想办法 反正我只要觉得 我钱傻了够多 你的经济就算即便贪污很严重 可是你的经济本数还是会慢慢的往上升 所以中国的投资对非洲来讲 不具有威胁性 那如果从中国 它是不是在外出所谓一个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型 到非洲国家去 我倒觉得这件事我存疑 就是中国是不是希望再来 拉出第二个中国 第三个中国 我觉得它的想法没有那么复杂 它反而只是希望说 这些国家如果你可以乖乖当做 我中国是中国产能的消费国 这样就够了 我不希望你将有一天可以强盛到可以挑战我 所以我的观点 好 谢谢先生 杨建林你想补充 对 我觉得我比较同意这个叶先生的分析 叶教授的分析 我们来看中国 当然他希望能够稳定美国 欧洲 澳大利亚 日本的这些市场 但是和这样的市场打交道的话 它有价值的冲突 这种价值的冲突在一开始可能没有表现出来 最近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同时他要遵守这个市场规则 这个对中国是极为他认为不习惯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又遇到这个西方国家 就是美欧澳日都和中国可能有会有贸易上的冲突 他必须寻找新的市场 中国政府的这个援助说的非常清楚 不加任何的政治条件 不加政治条件的意思刚才叶教授已经讲了 我不需要你透明 我不需要你法治 我不需要你尊重人权 只要我和最高领导人搞好关系 咱们就可以了 我不要求你改变 但是并不是没有政治条件 这是但是中国的政治条件 比如说一个中国 他必须附加在上去 这样的条件是欧洲的这些独裁者 是能够接受愿意接受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可能要选择非洲 作为它一个培育的一个未来一个巨大市场 这个是由经济战略上的考量 好 那么刚才几位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都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这个非洲 之前它这个势力划分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秦伟平先生 我们都知道这个非洲 它在传统上是美国和欧洲的势力范围 实际上那现在中国这样 对欧洲表示这种友好 那是不是有这个让大家看 是不是有这个抢地盘的嫌疑呢 那中国这样对中国这样做 您觉得它的这个政治战略意义是什么呢 的确非洲一直是传统意义上 欧美的一个势力范围 我们知道美国其实在非洲 兴趣了相当多的一个心血 我有个朋友是美国 曾经在非洲做过一个高级外交官 然后呢他们是执事一些 对非洲当地的一些援助 他们真的是非常踏实地 做非常多的一个工作 切实地帮助他们提升 他们的一个社会管理水平 经济水平 但是实际上 即使美国花这么多资源精力 花了那么多心血下去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非洲 到目前为止 对于大家说是被上帝抛弃的非洲 然后状况还是非常之差 所以刚才我们有想到说 中国可能像下一盘大旗 要花几十年时间 把非洲培育从未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估计可能要 不是三十年五十年能做的事 花一百年时间未必能做得到 一个国家 如果一个地区要真正的发展 我认为光依靠外地是不够的 必须他们自己国内 从政治也好 从人民的觉醒也好 人民的一个勤劳 干也好 就各个不同角度 要共同去努力才做得到 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这种模式 虽然是在非洲地区的确是 这么多钱撒下去 而且至少是撒了十年以上 产生了一些效果 这种效果主要是政治上的 经常会有一些非洲兄弟们来给他捧场 你像前几天刚结束的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这么多领导人过来 都对中国生大拇指 看到中国这个发展模式那么好 对不对 有艳羡之情又来领支票 这种感觉他们是非常好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很难经历推敲 因为中国如果说在中国经济 在高速上升的过程中 的确他有这个能力去支援一些 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 或者说有自己政治经济的考量 但是现在的情况跟几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都不太一样 中国自己经济发展遇到了大问题 在这个时候 自己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很紧张的情况下 前段时间前几天习近平宣布 又要再花600亿在非洲上面 就引起了很多争议 这种争议大家就觉得说 为什么自己现在生活这么困难 为什么还要向非洲再花那么多钱 老百姓都觉得心里不平衡 韦平啊 在这个地方我有个问题啊 实际上我没有看到资料 就是说这600亿美元 是相当于600亿美元的额度啊 还是以人民币的方式支援的 还是以美元的形式支援的 这个差别非常大 这个我没有查到啊 我也希望说它是以 折合人民币的方式 用人民币去支援 但是实际上我也查了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差别的 是是是 因为现在外汇储备非常非常紧张 冷统的说法 对 其中有分级 比如说有是150亿是 无偿援助 有低息贷款 也有什么100亿的是 中国企业的投资 总之来说 可能会有一部分是人民币 他不好意思讲出来 因为他外界知道 他那个美元可能会比较紧张 但是实际上 我不是很看好 有一个担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 非洲这些国家 preddit都比较差 以前呢 你一直在给他钱 给他支持的时候 他会给你脸色比较好 一旦说你现在打个比方 在中国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旦停止给钱的话 他们可能会翻脸 然后再马上会 拿出一个姿态来 这个姿态呢 可能会让中国 在国际社会上感觉会非常难受 这也是另外要考虑的一个状况 谢谢 好 谢谢秦先生 那么杨博士 刚才那个叶先生 在发表评论的时候 讲到一个点 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说到 是不是中国希望把非洲 变成第二个中国 因为我们看这个非洲 它其实从几个方面 可以说和中国有类似之处 比如说它人口很多 目前还在这个发展中 很像中国之前 在发展中这个模式 所以您觉得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 中国有这个意图 想把非洲变成另外一个中国 但是它非常需要 非洲的这些国家 在国际上给它一些支持 拉帮结派 拉帮结伙 这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这个从这个八十年代以后 六四以后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 因为它的人权记录备受批评 在这个联合国呢 这个什么决议案啊 谴责案啊等等 他都需要投票 这时候呢 他就会拉这些小兄弟们帮忙 这个他有这种需求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种需求了 这是政治需求 但是这种政治需求有多大 他真的想把中国的这个发展模式 强加给非洲吗 我觉得这恐怕 没有那样的战略 非常实际的战略眼光 因为什么它没有意义啊 没有任何意义 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巨大的威胁 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困境 这个国际困境 当然刚才我们讲了 国际关系上 它需要拉帮结派 另外一个 它最大的威胁 现在还是经济的 怎么解决经济的问题 为什么刚才我问这个韦平 我说这个600亿 到底是600亿 相当于600亿美元的额度 以人民币的方式 援助 当然它里边分得很细 不仅仅是无偿援助 它还有一个投资额 中国企业的投资额 还有一些这个商业贷款 还有无锡贷款 它分几类 那如果你用人民币进行的话 那显然这些拿的人民币 它一定要买中国货嘛 它必须买中国货 那么又解决中国的一个产能过剩 而且解决中国的一个就业的问题 那么同时呢 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以后 又替它赚外汇 中国的外汇是非常紧张的 中国外汇减少 它是很害怕的 人民币它不怕减少 它往外撒没有关系 它如果是大撒币 撒的人民币 顶多不行我再印嘛 印当然这个 有国内的老百姓来承担 它最后的这个负担 但是它印这些 分担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 还很小 好像不至于这些人都来造反 但是它可以做到 好 那么几位刚才都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看来中国的这种撒币 外交形式 其中一个 它觉得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它还是在国际社会上 找朋友 找能属于自己的朋友 可是我们回顾一下 之前中国的这种撒币模式 比如说它在这个越南 我们知道它以前 援助过越南 还有哪里 朝鲜等等 还有阿尔巴尼亚 那么这些都是 之前中国援助的对象 可是最后呢 好像国际关系 现在处得非常的尴尬 另外它还援助过哪呢 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国家 目前已经是处于 这个经济大崩溃的 这个状态了 所以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中国撒币这个政策 它究竟是 失败的还是成功的 为什么中国这么 执着的这种外交政策 我想问一下 易先生 听下您的意见 我觉得就现在的状况来说 你很难说 它是失败或是成功 那我们基本上 要把 要把中国的 这个撒币的状况 放在一个 大战略的角度来看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 美东之间 他们的冲突 他们在互相拉拔拉扯 的一个程序 那我们今天看到 不管是委内瑞拉 或者是 今天看到越南 这些东南亚国家 为什么中国对 这些东南国家 进行了这么多投资 最后他们却转移到 跟相对来说 比较清美 因为主要是说 中国的崛起 尤其是中国 现在的势力 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它对于它的 周遭国家 是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性 那个南半球 大概不用讲 现在唯一南半球 能谈的 又是非洲 就是 非洲变成说 不是说中国 很喜欢去做大扫币 而是 它如果要拉拢盟友 如果要 结帮派 非洲国家 是它 所剩 所剩不少的选择 那你说 这些投资 未来是不是 一定会造成 例如说 非洲这些国家 接受了中国的大扫币 他们经济成长 就发展起来 他们对中国 就更忠诚 其实不会 我觉得 国与国之间 关系基本上 在现在这个体系里面 就是一个 无政府的力 所以说 中国这个有点像是 我们可以讲 这其实是一种 拿钱做的赌头 好 那秦先生 您怎么看 这个中国的 这个外交政策 我觉得 如果是建立在 金元外交基础上的 这种 一旦这个 金钱的利益 不在的时候 他们这种外交关系 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你今天 中国可以用 金元外交 大撒杯外交 去拉拢这些非洲国家 那明天 如果有美国 或者欧洲 他花更多的钱 去拉拢他们 他们是不是 要跟着别人走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 最主要还是基于一个 价值观的外交 可能会更好 这个真的是 做到互赢 共同合作 这样子 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 他们目前来说 是 不可取 也不支持 随着这中美贸易战 中美两个大国 博弈的展开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世界范围内 各个国家 特别是这些小国 可能都会 重新选边站队 你是跟着中国走 还是说 跟着美国走 这样子一个 大的一个框架 也可能是 很多学界 比较担心的 未来会不会 世界又重新 出现一种新的 这种冷战的格局 那中国在这里面 可能会承担一个 与美国的一个反对 反对者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是不是这些非洲的小兄弟们 都会跟着中国走 我们一起 拭目以待 好了 谢谢 杨博士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 之前他跟这个朝鲜的关系 是渊远流长 也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支持他 那么最近 我们知道 这个中方宣布 将由这个栗战书 代替习近平 去出访朝鲜 大家都说 实际上习近平是对 跟这个金正恩见面 在朝鲜见面 是有点怕的 就是说为什么 会变成这种情况呢 很显然 他对去这个朝鲜 见金正恩 是有点担心的 但担心谁呢 主要是担心美国的川普 那这个金正恩 当然非常期待 习近平这个时候 能够过来 给他一些加持 但是 川普最近一直表态 就是说 北韩问题 就是朝核问题 不能解决 中国要负很大的责任 不断地进行 这样的这个表达 而且呢 这个贸易战又要再升级 习近平 他嘴上不管多么硬 但贸易战对他的打击 可能比任何东西都要大 这个是中国的经济 一旦出现了问题 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出现了问题 就是给他的 想夺权的同志 也提供了一个夺权的口实 就是他政策上的失误 对 他不能有这样的失误 所以他经济上 对他是非常重要 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他不敢冒险 到这个朝鲜去 这个已经表现得 非常的 这个清楚 说起来大撒币是 这个撒了钱 是不是就会有结果 这种事情 花冤枉钱的不仅仅中国一个国家 每个大国都花过冤枉钱 美国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 对 你要数起来的话 美国花冤枉钱多了 现在和美国 这个有这个战争 打过仗的 真正有过战争的 曾经在历史上 他都撒过钱的 那个苏联 苏联这个也是到处大撒币的 这个为了和美国争这个霸权 为了推展的共产主义的这个制度模式 在全世界进行大撒币 到最后八十年代初 已经不能承担这样的经济的这个压力 所以超出他自己的范围 这也是 这也是他垮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大国啊 他有时啊 他需要做这个东西 但问题不是说你做不做 在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也要讨论 就是说我的钱 大炮还是黄油 任何国家都避免不了 所谓大炮是什么呢 就外交关系 战争国防 这个黄油就是 这个民生 民生上 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但问题的关键是 如果是民主国家 多少用在大炮上 多少用在黄油上 但是在中国的外交领域 老百姓是根本无缘智慧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任何话 所以呢 就习近平一个人独断专行就行了 他又好大喜功 所以说给人这个大傻逼的一种感觉 这个也不怪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 我们来聊聊这个八卦 就是关于这个刘强东 性侵被捕的这个事件 最近是非常的火啊 我们看到就是说 8月31日 他在这个美国 明尼苏达州啊 他是因为涉嫌性侵被捕 那么随后就释放 我们注意到他 他被捕的时候 实际上是涉嫌一级强奸重罪 之后呢 却在没有交任何保释金的情况下 就可以获得保释啊 那几位觉得 为什么前后的这个差异这么大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叶先生 想先听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第一件事 这件事 我们还是用一个美国司法的基本概念来谈 就是说在非诚团制品 你有罪之前 我们都先假设他无罪 所以我们不要去谈 那我们要去谈的是 这种事情会被报道出来 那就表示一定有某种程度的问题 那这个程度的问题 是不是刘强东他本身 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 从中下阶层 五干十干 做起来的一个企业家 那他在中国也有很大的一个话语 也有很强大的势力 他在中国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认为说 中间中国的法治 跟美国的法治自然是一个不同的系统 那他在中国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 我们说用英文说get away of it 那在美国 他是不是有时候 没有办法转移那个心态 就是他在中国作为一个土豪 他想做什么就可以 他来到美国之后 他是不是又把那个心态 搬移到美国来 那当他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这些土豪 或者是中国这个法治体制说 仰赖的这些有钱人 他们对于整个法治系统 对于整个社会 是有相当大程度的危害的 那只是3号他最后发生的事情在美国 所以说整个被爆出来 那这件事情后面就是像 就是到底是不是阴谋论 是不是共产党是想要去捉弄他 我觉得这个现在 我们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 就是很明确的结论 但是我觉得要去看的是说 他的企业在中国的 中国的共产党的角度里面 他们是不是有企图想要去收购他 有企图想要去拦止他 那如果这种条件发生的话 其实这个阴谋论也是有可能承认的 好 杨博士 那么刚才叶先生 他说了他自己的这个揣测 现在网络上有一种说法 第一个是说 他之前在微博公开辱骂 这个谴责这个假疫苗 得罪了中国政府 第二个说呢 实际上是他的这个敌人 马云在设计陷害他 然后第三个说法是说 他来美国他来美国是来进修 是来镀金的吗 是完全的富豪做派 然后是这个富豪做派害了他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更多的可能是富豪做派 害了他 其他的我们没有证据支持 那刚才你提了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他是被涉嫌一级重罪 而这个无保释金的情况下 这个保释了 然后他又回到中国了 为什么 是不是这个美国的法制出了问题 或里边有什么猫腻啊 实际上没有 他不是现行犯被抓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如果他现行 正在强奸过程中被抓了 那肯定要保释金出息 可能有很高的保释金 他是有人举报 警察去抓了 有一定的证据指向了强奸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是检方在这情况下 没有正式的提出控诉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属于这个无保释金的保释 但是就是说我如果这个 法院要招你回来的话 你必须回来 不回来的话 他就有一系列后面的法律的这个结果 您觉得中国政府会配合吗 因为他现在人已经在中国了 这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 是他这个 我认为是个人的问题 如果说有阴谋论的话 也不奇怪 因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中国的政坛 以及商场 矛盾非常的尖锐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非常尖锐 可以说是博鬼云爵的 出现任何情况 就是我给你下个头个毒啊 甚至谋害啊 给你弄个仙人跳啊 都不奇怪 但是现在咱们都没有证据啊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种土豪的做派 即使是别人陷害他 给他仙人跳 比如说有些人他很简点 你仙人跳不了啊 他必须有这种风格 他才往前引着他 给他埋个坑往那里跳啊 所以他自己 我觉得更多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 那这个如果他不回美国 当然我希望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想知道结果 就是美国呢 肯定是你再也不能回到美国了 再不能入境了 入境了 同时呢 这个检察官 检察院的发言人也讲了 我们通过这个国际刑警 可以捉拿他归案 那么如果美国把他放在红通上 放在这个国际刑警的红通上 那么和美国有引渡条约的这些国家 应该都和美国进行配合了 就是他不但来不了美国 可能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来不了了 那不要忘记了 京东在美国是NASDAQ上市的 所以他有这个需求 工作有需求来美国 如果是他不能来美国 恐怕这个公司就要垮掉了 如果这个罪名真的成立 这个判刑可以达到多久 最高可以判30年 哇 这是一个很重的罪 对 他出来以后就比我老很多了 好 叶先生你想 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嘛 就是主要 刚刚讲的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的股票 已经在NASDAQ上市了 可是如果你去查看 他的股东会议 对不对 基本上 比如 刘强东虽然只有20%的持股 但是股东会议上 他有80%的投票权 所以说 意思是说 如果他没到 股东会是不能开的 好 那如果不能开 那他现在不能回来美国 那我们就看着办吧 麻烦很大 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秦先生 您怎么看刘强东这个事件 我们知道这个刘强东事发之后 这个京东的股票是连续暴跌 而且京东好像发出了一个不实的通告 说这个否认在美国出了大麻烦 所以引起了有律师说要诉讼 那秦先生您怎么看 这件事 刘强东是栽掉了 然后刘强东他不光是一个国内的投票 或者他个人遭遇到陷阱也好 或者自己犯事被抓了也好 我觉得最重要 公众可能是要关注 他还是美国大自达哥上市公司的一个 公众公司的一个主要负责人 这样子的话 你影响不光是你个人的声誉有影响 而且是你影响到你所在的这个公司 一个重要的一个 可能运营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曝光出来之后 连续两天 京东在美国的股票跌了大概15%左右 市值蒸发了70多亿美金 那很多公众 他的股票持有人遭遇了大量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他们京东的发言人而做了一个跟整个市场是完全违背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他们第一时间或者第二时间都在继续发声明欺骗公众说 刘强东在美国遭遇了事实的指控 没有犯任何事情 也不会被受到起诉 然后就马上就回来了 就这样子 好像是在按中国的这种公关的方式 稀释凌人 大事化小 但是在美国 他会受到美国的上市公司 受到美国的法律的制约 你必须如实的向公众披露 你主要公司的一个状况 特别是这种主要负责人 遭遇到这种可能刑事指控的状况 他没有如实指控 会造成很多公众的资产的损失 所以在美国已经有三家律师事务所 要集体诉讼 认为他们伤害了股民的利益 这样子 所以京东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 不光只是说他个人可能会 随着那个警方的调查的深入 他常见的事实 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证据 然后被检方指控 而在那个法律 公司的法律层面 京东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 巨额的赔偿 那会不会影响到京东 这家企业正常的运营 甚至在股票市场的表现 大家可以肆默以待 只是刚刚开始 这件事情我认为 要给所有的 特别是我们这很多中资公司 现在在美国有上市 这些企业主要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警钟 在中国 中国的法律体系和美国 是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你可能因为你有钱 你有权利 你可以打很多插边球 可以甚至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你都没有被追究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 你只要伸手 有可能就被抓 而且这个代价 是你无法陈述的代价 你完全想象不到 虽然你刘强东可能是 企业做的这么大规模 而且未来还可以更看好 但是呢 你一旦犯了这样子 强奸这种重罪 虽然后面还要继续的 证据去支持 一旦是真的做了这件事 你一定逃出不了法律的制裁 谢谢 好 几位还有什么补充 对 这个很多人 刘强东的事情发生以后 把这个怀疑指向了中国政府 就是说啊 他前一段时间对这个假疫苗 发表的这个发声了 可能会得罪了中国政府 大家不要忘了 他前一段时间还穿着红军的衣服 带着员工到延安去 对不对 极尽这个八进之态 八进政府之态 就是说 如果是真的话 就是中国政府对他动手了 就说明什么呢 这民营企业家 不管你怎么八进政府 一旦他感到不高兴 说败你就败你 说翻脸就翻脸 说翻脸就翻脸 但我仍然还是 认为还是一个阴谋论了 另外一个呢 我补充一下的这个 韦平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作为上市公司 他有一个对公众负责的 这个责任 你不能够提供假信息 一旦提供假信息 就是犯罪行为 在刘强东出事以后 这个京东 这个给他的这个股民 股票持有者 一个假信息 说这个老板没事 实际上这个呢 已经涉嫌了很多的问题 有法 很多的法律问题 在这里要出现 刚才那个 这个 韦平已经讲了 韦平已经讲了 我觉得这也是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中国官场和商场的习惯 不管出什么事 大家先出来 为第一把手背书 对 先盖起来 先盖起来 中央出事 习近平没事 什么事没事 都没事 不管什么 先盖一下子再说 那另外一个呢 即使这个刘强东的这个案件 检方不起诉了 大家不要忘记了 如果这个案子 是那个女的告的话 这女的要想和她干到底的话 还有民事案啊 民事案一告 她也必出庭啊 她不回来 仍然有后面的这个结果 所以呢 她的麻烦是开始了 她在后面呢 开始了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几位嘉宾的精彩解析啊 也希望大家继续通过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自由亚洲电台 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的频道 观看其他节目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再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